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个马斯克拿下推特表示祝贺 而且他明确讲 他说我被告知 星期一我会返回推特 星期一 那这个是刚才今天上午的时候 大概在早晨九点钟吧 他发了一个说法 发表了一个声明 早上九点十分 真相社会成为一种现象 上周他的数字比任何其他平台都多 包括抖音 推特 Facebook和其他平台 所以他首先这是声明真相社会对于他的看法 就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那以及他就表示了真相社会本身的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现象 那推特 抖音跟这个 Facebook跟其他平台 Facebook我们已经讲过了 他已经出现状况 那里面 这里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Google Play 那Google Play本身也把真相社会打开了 就是在他的APP可以下载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这个背景反映出呢 川普不会抛弃真相社会 绝对不会 他如何平衡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他在推特改变老板之后 改变这个户主之后 那他如何来评价自己 他并没有离开 他说他看起来和效果应该是更好 就讲了自己的这个真相社会 这起来 这个说看起来和效果会更好 应该讲述了真相社会 他的实际对他而言还是超过推特的本身 因为推特即使回复之后呢 推特的现状的一切 就是现在整个推特的环境 跟川普在推特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以及就目前而言 在推特上即使他恢复账号 他也不能够像真相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单纯 就是那么干净那么纯净 不可能的 这个因为 因为他跟马斯克之间不是一个人 他同样是有了相当的一种距离 中间两个人在认识上有了相当大的距离 两个人在认识上也有相当大的一种说法 而马斯克不支持川普竞争2024年美国总统 马斯克已经明确表示 曾经明确表述 当然并不代表明天马斯克不改变想法 不是 我很高兴推特现在掌握在理智手中 那很显然他称马斯克为理智的人 所以他们用词都比较 比较那个 比较有趣 将不再由真正憎恨我们国家的极左派异的疯子 和疯子本身们在管理着 那在这个 在这个他的管理层挺奇怪的 说句心里话挺奇怪的 推特的管理层都是印度人 因为在披露出来的一些照片当中 他的CEO是印度人 他的定的那个法律团队那个女的 应该是印度人 而整个团队是一波印度女人 这是非常奇怪 我只能说非常奇怪 因为马斯克跟他们照顾照 我在推特上看到他们的照片 有人说 涛哥你为什么对着 他人种不同 男女不同 他的定位 真的那都是不可更改的 不可教育不可更改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生命的基础 很多东西不是被教育就能教育成的 根本不是 教育只是辅助的 使命才是真实的 所以这是 你憎恨你受教育的人 不是那么回事 推特现在必须努力工作 以摆脱所有严重伤害他的机器人假账号 是 就是推特需要时间 这也是川普自己比较过人的地方 就是 我即使回到推特上 那是否是曾经的推特 那作为我马 作为我川普也是值得怀疑的 他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不是以为中的那样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马斯克想 本来想反悔 对吧 然后请了人去查推特的假账号 他失败了 他没查出来 那包括川普在内 几乎所有人都承认 推特上大概可能真的有15%到20%的假账号 但即使是马斯克都证明不了 在法庭上输了 那他进入推特之后 他要去整肃这一部分 他是否要真整肃 还是就保持现状 没有人知道 但川普自己说他应该是整肃的 他会小得多 但更好 我喜欢真相 这就是川普的态度 他会小得多 但更好 我喜欢真相 在美国中期选举到来之际 这个时候 那应该讲说 推特被马斯克买下 本身这件事情 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但买下之后的如何管理和将发生什么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买下之后将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也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马斯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了解推特的真相 这是问题 这真正是问题 对吧 如果马斯克在了解真相的过程中 进入推特之后 他知道如果真的推特里有20%假账号 透过他进入推特里面之后来发现的话 他将如何面对他这一单生意 如果里面真的没有那么多假账号的话 他即使进来了 他都无法证实的话 那我们在面对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对今天的 所有人都承认2020年美国选举当中 那推特上的一些假账号的影响 对真相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川普只是说 他应该会很小 他期待着马斯克把所有那些东西给去掉 但如果真的有那么多 真的去掉了 真的变小了 马斯克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很冤 觉得自己很亏 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他很难说对中期选举产生多大的影响 很难说 但是呢 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影响的本身是时间的本身 所以川普在表达的时候呢 我以为表现出他的真正的 他的智慧 川普确实 他的智慧的层面 就是他对人的态度 展现出智慧的层面 高过绝大多数人 这是真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